5月21日,据台媒报道,神价商议的新二代演员关聪,近日上街头把小餐卖酱料,月收入约20万台币,约4.7万人民币,只因为宅家闲着没事做,引发热议。 近日,关聪被台媒记者发现,他现身台位蒙区的街边一角,摆摊叫卖自家出产的酱料。 曾宏吉一时的明星隐身世纪当期小摊贩,完全没有架子,他坦言,做人就是要放下,放下就自然了。 关聪透露,自己一天大概摆摊四小时,最高纪录一天进涨一万多元的台币,月两千人民币,平时也能卖到三千到五千台币,七百到一千人民币。 近期疫情原因最深意义有所影响,但经常有老顾客回购,一个月销售额大概在二十万台币左右,约4.7万人民币。 说到关聪,许多年轻的一代的人可能不熟悉,但他的老爸关海珊,可是一位鼎鼎鼎鼎有名的艺人,不少老电影中都有他的身影,人称霞叔,曾以电影《武艺探长雷洛传》,荣获最佳影帝,责良家辉,吴振宇等人都有合作。 他一生经历了四段婚姓,旗下有私女三次,关聪是他与第二任老婆的孩子。 2006年,关海珊离世时,一家四伐为争夺遗产闹的不可开交,而关聪并没有参与也没有表态。 不过关海珊生前成立了基金会,信托基金约当议员的港币,约2.7亿人民币,由此当靠山,关聪这辈子是津津无虑了。 关海珊也遗传了老爸在影视表演方面的天赋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加入TVB,常常演反派角色,曾因出演《处流相中的吴花和尚一角》,而声名大葬,之后到台湾发展,1996年退圈开始同商。 当记者问关聪上街摆摊,是否为了赚养老钱,他表示自己没有这方面问题,反而关海珊留了很多钱给自己,不用干活都能无忧无虑活一辈子。 关聪称,摆摆只是因为近期活动都取消了,赶,到十分无聊没事做,与其虚度荒野,不如走上街头做做小生意,甚便为自己的较量品牌做宣传。 今年66岁的关聪一辈子没有结过婚,仅有一位僵十多年的红颜知己,但二人年纪都大了,仅仅是给彼此住个老伴,一起度过晚年。 关聪坦言,关海珊的四段失败婚姻对他影响很大,而他又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都相继离婚,所以对婚也没有太大自信,干脆不结婚。 关聪开过餐厅,做过忠报生意,最后都是拜告终,现在的他,心态已经变得十分平稳,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与健康,近些年他跟子朋友一起做工艺,唱歌,打拳于了老人家。 关聪透露,自己现在除了麻将料生意,平常就是打全健身以及打麻将,更分享自己睡前的会和一杯酒加些蒜末,让体内伤。 请勿介绑,自己民间听面。 我打 teachers的老师加入小带呀。